直到回看景田2019年的这段话我才明白 原来他早就暗示了张继科背后的真相 2018年2月6日 景田与张继科被派到车中济稳 随后两人大方官宣恋情 一边是美丽的人间富贵花 一边是帅气的体坛小藏壕 养眼的组合让无数吃瓜群众十分看好 然而仅仅14个月后 这对情侣便各自发文宣告分手 这在爱恨纠葛的娱乐圈本也没什么 可后续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2020年3月 网上突然出现一则张继科欠下巨额赌债的消息 然而国家运动员的职业滤镜 让绝大部分人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抹黑造谣 再加上张继科接了这么多广告代言和活动 手里应该压根不会差钱 但随着不断发酵 此事披露的细节越来越多 张继科资不抵债 竟然拿某明星女友的私密视频作为筹码 矛头直指刚分手不久的景天 张继科工作室紧急发布辟谣声明 可张继科本人却一反常态 没有任何回应 面对记者打来的电话立刻挂断 就在众说纷纭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知名记者李维奥下场参战了 这位曾多次曝光商政黑幕的新闻大佬 一出手就是重磅炸弹 直接贴出一张500万的借款合同 上面张继科的身份信息和签名手印清清楚楚 面对致命一击 张继科背后公司还在负于顽抗 疯狂举报传播转发的自媒体 而李维奥随后透露的神秘债主S先生 也让整件事情的脉络彻底清晰 张继科很可能是在东南亚地区疯狂赌博 欠下大量赌债 其中这位S先生的就高达2200万 为了应付债主 张继科将前女友景田的私密视频和照片给了对方 让其以此为要挟逼迫景田代为偿还 不料景田十分清醒 直接选择报案处理 S先生因敲诈勒索罪 在2020年2月被判7年 也在一个多月后引爆了张继科的真面目 更令人震惊的是 据说还在恋爱期间 张继科就以婚房为名 骗走了景田上千万之多 对邓莎 田亮 袁珊珊等圈内人都是借钱不还 此事过后 所谓的天之骄子张继科彻底跌落神坛 再也无法翻身 但没想到的是 这场负面风波中最大的受害者景田 获得了网友的一众力挺 没有人拿他的隐私视频声势 分手四年至今 善良的景田从未公开发声 2019年事件爆发前 也只是很隐晦的暗示了这段经历 更让人欣慰的是 之前怎么捧都不火的景田 却在张继科事件后 焕发新生 谁也没想到 王思聪竟然会有认怂的时候 我说实话 我被下令进水讨论的话题 一生 让人被下令进水讨论的话题 还能把人感到最高的力量 但没想到最高的力量 我把人感到最高的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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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